同学 您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计算机网络之网进其用 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应用层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网络应用的体系结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 所以可以说网络应用是非常之发达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网络应用 比如说我们会从互联网上获取新闻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QQ或者是微信和我们的朋友聊天 或者交流或者是交换信息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发送email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典型的 一起来回顾一下有哪些典型的应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来思考 这样的一些网络应用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一起来认识一下 首先第一个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 百度 我们是这个有任何搜索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到百度上去搜一下 这只胖胖的企鹅我们也很熟悉 它是QQ 对吧 我们说全国有七八亿人在使用这样一个应用 所以这个网络应用应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 再来看email email是一个非常之古老的 网络上互联网上非常之古老的应用 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长青数 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以及工作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甚至于说无可替代的角色 这个可能小重一点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用户来说大概应该还都比较熟悉 就是迅雷 我们经常用它来下载文件 对吧 然后支付宝呢 也许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到 特别是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手段和保障 那微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个非常著名的应用 这也是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这个互联网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相信大家的手机上多数人 相信你的手机上可能也会装这样一个应用 再来看百度云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过 今天的话我们不光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处在一个云计算的时代 处在云计算的时代 百度云呢 一个基本的产品就是云存储 云存储 它呢可以在网络上给我们开辟一个虚拟的硬盘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照片啊 视频啊 以及其他文件啊 放到那个上面去 再来看一个应用啊 淘宝网啊 那大家也知道 我们说阿里巴巴啊 在去年到美国上市了啊 马云也一举成为我们 中国的首富啊 这是我们我们国人啊 我们国人在互联网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 当然呢 我们也别忘记啊 今天我能够和大家交流 你能够在这里学习计算机网络啊 是因为有网易这样一个平台啊 这样一个云课堂的平台啊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这里边是给大家简单的啊 或者说和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了若干个典型的网络应用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网络应用 网络应用和我们这个单机应用相比 和我们单机应用相比 有哪些本质性的区别呢 那你可能会说 我们这个网络应用脑子里第一个想法是 有网络才能用 这个话非常正确 但是我这里边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再往下细究一下 那什么叫有网络才能用 这里边我们说到这个网络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 那也许我们说网络代表着物理媒介 比如我们家里的这个路由器 我们的网线 网络可能也包含了远端的在互联网上的某些硬件 比如说当我们使用百度这样一个搜索的时候 那百度事实上啊 这个公司他在互联网的某个地方放置了大量的硬件服务器 为我们提供服务 然后的话我们说这个网络应用 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络啊 有网络才能运行 可能还会覆盖什么呢 我们说在那一端啊 在百度的那个服务器上 或者在腾讯的服务器上 它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软件 比如说搜索的软件 比如说存储数据的软件 又比如说操作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说到这儿 如果我们追到这儿 那我们会想 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呢 这是网络应用 是需要有网络的基础环境 然后有一部分软件呢 是跑在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上 比如浏览器 而还有一部分软件 以及数据信息等等 它跑在互联网的某一个地方 某些硬件服务器上 然后的话呢 这两部分软件 会互相交互 才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应用 也许我们说 这个是网络应用和单机应用的不同之处 那如果你认可我刚才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既然网络应用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 那它的这个结构 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它会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呢 或者说有哪些种结构可以选择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讲 主要涉及的网络应用的体系结构问题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网络技术以及互联网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三种体系结构 第一种体系结构 我们称它为叫客户机服务器结构 那大家可以想想 你觉得你所使用的网络应用 哪一个比较符合这样一个结构 第二种结构 是点对点的结构 或者说我们称它为叫peer-to-peer p2p的结构 客户机服务器我们一般概括的称它为cs结构 就是client server结构 cs结构 点对点我们称它为p2p结构 那p2p结构你能不能想出来 你所使用的网络应用哪一个是这种结构 那第三种结构是什么 第三种结构的话我们说是混合结构 那谁和谁混合呀 那这里面我们没有过多的选择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混合结构就是cs和peer-to-peer 它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混合 好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cs cs结构啊 它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它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们右边呢 这个图是一个示意 那我们说中间呢 有一个服务器在互联网上 有一个服务器在互联网上 然后的话呢 很多很多客户机 可以和服务器之间打交道 那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客户机服务器 是因为我们说在这个里面啊 它是有一个功能角色上的划分 服务器是对外提供服务的 一部分硬件和软件 当然我们这里面讨论应用 主要指的是软件 所以服务器呢 它更多的是对外提供服务的软件 而客户机呢 那它就是使用服务器所提供的服务 我们说这是从功能上所划分的 那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服务器的话呢 它要对外提供服务 那它要保证 首先一般来说 它要7乘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 另外呢 既然你对外提供服务 举个例子 百度要对外提供这个搜索服务 那好 那你需要有一个永久性可以访问的地址 或余名 那我们都知道百度是什么 就是3w.百度加call 这个你是不能随便变的 因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地址和余名 如果你改了 那别人恐怕是没法访问了 第三个方面 我们说服务器这边的这一端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往往要为成千上万几百万上千万 甚至于上千万的客户提供服务 并发用户数 我们说并发用户数就是同时请求服务的 可以达到几万几十万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一台机器是没可能没可能撑得下来的 所以这个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服务器 采用并行的技术分布式的技术来实现可扩展性 能够同时处理大量用户的并发请求 所以这样一些互联网提供服务的互联网大公司 他们是有大批的硬件服务器 一般称之为叫服务器农场 那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农场有多大 对吧 农场有多大 这个呢一般都是在数据中心里面 好 那与之相对应的客户机这一端就简单了 客户机呢 因为它只是个服务的消费者 所以呢 它是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使用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对它来说 我没有过多的硬性要求 你可以间歇性的接入网络 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接入网络 然后的话呢 使用服务 可以 它也可以使用动态的IP地址 因为什么呢 并不需要 你对外并不需要提供服务 所以的话别人不会直接访问你 没关系 然后客户机之间 他们之间 互相之间是没有任何协作 也没有任何通信 这个能称它为叫客户机服务器结构 或者CS结构 那讲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已经想象到 已经想到了 你平时使用的哪个服务是 哪个网络应用是这种架构啊 我们说最直观的就是外部 我们每天上的这个万维网 万维网 它就是典型的CS结构 那在服务器端的话呢 我们说它运行的是外部服务器软件 外部服务器软件 比如说 APT软件 然后在我们客户机这一段大家更熟悉了 那就是浏览器软件 在Windows上面可以是 IE浏览器 对吧 也可以是火狐浏览器 那在Mac上面 在苹果操运动上面 可能是Supply浏览器 那我们说 我们这个PC 我们这个客户端 会向外部服务器 发出请求 发出请求 请求他们给我们发送页面 这个请求的话 具体来说就是HTCP请求 我们后面会详细学习 而服务器的话呢 会把页面封装为页面以及对象 封装为HTCP响应 给我们发回来 所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客户机服务器的 这样一个网络应用体系架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P2P Peer to Peer 和CS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示意图 我们在这里边看 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明显的 一个明显的与别人不同的 这样一个服务器的角色了 我们看 大家似乎都是平等的 然后互相之间可以实现任意的连接 任意的连接 那P2P 有哪些特点 首先 它没有永远在线的服务器要求了 大家都是民主的 都是平等的 并不是说 谁功能更强 谁功能更弱 谁提供服务 谁消费服务 不是 大家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那任一段系统 任意节点之间 都可以直接通信 可以对外提供服务 同时也消费别的节点 所提供的服务 那节点可以间歇性的接入网络 节点可以改变IP地址 都没有任何限制 都没有任何限制 那P2P这种架构的话 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 接触最多的 一般来说就是文件共享 文件共享服务 比如说BT 比如BT 文件下载 那我们说 P2P和CS相比 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边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总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是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 要有一个比较和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这个在我们整个网络课当中 应该是一个贯穿始终的 大家要着力去培养的思维 那网络整个的这个行程过程当中 出现了大量的结构 协议的设计等等设计方案 那我们总会问他们之间 有什么优缺点 什么情况下应该用这个 什么情况下用那个 好 回过来 我们说P2P和CS结构 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高度可伸缩的 可扩展的 而它的缺点则是 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难于管理 那这里边我不去过多的解释 因为后面我会去详细的学习P2P 所以请大家在这儿就开始思考 那P2P应用 为什么说它是高度可伸缩的呀 为什么又说它是难于管理的呀 好 这样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第三种结构 我们称它为叫混合结构 这个呢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在网络 整个这个网络世界里边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个plan A 它有一些好处 有一些缺点 我们有一个plan B 也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缺点 那我们这个plan C 就是把他们两个能不能想办法 结合起来 把他们两个优点都继承下来 然后呢又能消除他们这些缺点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这个有没有可能 具体到网络应用来说 我们能不能把CS和peer2peer混合到一起来用啊 并且实现能够兼具两者的优点 同时又避免了两者的缺点啊 那这个我们说 有的情况是可能的啊 在可能的情况下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混合结构啊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Nepster这个应用 在Nepster这个应用当中啊 我们说文件的传输是使用P2P结构 而文件的搜索 文件搜索是使用CS结构 集中式的 具体来说就是每个节点 向中央服务器登记自己的内容 报告自己的内容 注册自己的内容 啊说我有这么多东西 啊我有这么多文件啊 可以共享 比如流行的电影啊 或者流行的音乐等等啊 然后的话呢 当其他节点要寻找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他就去到中央服务器那儿去 去中央服务器那儿去查询 去搜索 哎看看我有没有感兴趣的 比如说我喜欢动漫 那我就搜一下动漫方面有哪些 然后呢可能我喜欢我们说 啊喜欢这个史诗片啊 史诗片 那我们看史诗片有哪些 啊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个CS结构 啊那这个server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都会去查询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呢 我们来看右边 啊 在这个里边我们说由于是一个混合结构 所以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中央服务器 啊中央服务器 其他的节点的话呢 和它是构成一个CS关系 啊比如说文件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利用者 和服务的提供者跟他都构成CS关系 然后我们说这个提供者呢会向他报告文件的属性啊啊 文件啊他要共享的文件的属性 比如文件名啊大小啊 以及一些标注等等 那文件的利用者则是会向他进行查询啊 进行查询 而到真正的我们说这个文件的传输文件的共享过程的时候 则是利用P2P结构 也是这个文件的这个啊 利用者跟这个文件的提供了 他们之间直接啊 直接进行文件内容的传输啊 避免了都从中央服务器去下载 从而就避免了服务器成为这个性能的瓶颈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非常典型的混合结构的例子啊 希望大家去仔细体会 好 那这一小节啊 这一小节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那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讲了什么 首先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了 我们使用过哪些网络应用啊 我们只是罗略几个典型 然后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网络应用与单机应用 与单机应用有哪些本质性的不同啊 从而呢我们引出来网络应用的体系结构问题 那我们讲了三种结构 CS peer to peer 以及一个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那大家要清楚的知道 他们三者的这个差别 三者的差别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留一点这个思考题 科后的思考题 一个呢我们说 请大家为每种网络应用的体系架构 体系结构 找出你所使用的五种以上 五种以上 比如说CS的 你如果找五种 peer to peer的 能不能找从五种来 第二个呢是请大家去思考 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对比这三种体系结构的优缺点 我们提到了一些 大家能不能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见解 去对比他们的不同 对比他们的优缺点 好这一小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